大家好 欢迎回到速度访问中 搭火车的时候一定会有那种 好像看过但却不曾在那里下车的站吧 即使乏人问津 却还是面不改色的服务着来往乘客们 于是本计划决定走访台铁239站中 去年进站人次排行50名以后的 冷门边角车站 全台人气No.1的台北车站 去年每日平均进出站人次是10万左右 50名以后的车站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每天只有不到5000人次进出站 但冷门不代表没有特色 就让我们一起重新感受 这些冷门车站的魅力吧 虽然临近基隆市区 但路线通往宜兰 2020每日平均进出站人次 仅763 传说站内曾经会播放梁静如的暖暖 但更害人的是 因为一抵达暖暖车站的时候 实在是非常小妞妞 于是就问了站务员 暖暖车站的厕所在哪里 然后站务员就笑着跟我们讲说 你们就沿着这条路 然后一直走走走走 沿着平均道 然后再左转到后面 有一间妈祖庙那边 那边就去暖暖车站的厕所 暖暖车站厕所在后面的妈祖庙 上完厕所顺便反问了一下庙宫 会有很多人从暖暖车站来这家借厕所 有啊 暖暖的 因为体温的都来这家用了 暖暖这里有什么很出名的地方 这家人有什么 那什么 什么顶好啦 什么全联啦 那上面都有 哦 那都有啦 日式修有很多地方 暖暖名店 全联顶好 那你会跟妈祖求什么事情吗 没有啦 求什么事情 没有跟妈祖求 不然你跟妈祖求不来 对吗 先也是同样跟我们人同样 那也是人性 性的尊性的摆 对吧 那你之后应该也会有人拜吧 有人拜 人性我们也知道什么事情 对吧 台湾的生活 会不会变成神不知道 但妙光阿伯在关门方面 已经超越神了 接着这位阿伯 告诉我们其他暖暖的情报 里面有个水库 水库喔 水源地 好 水源干净 水源地是什么地方 就是水坝 集水区啊 那水都台北大关在喝的 那水台湾可能最好的 没有污染啦 真的啊 真的啊 那个都台北大关在喝的 你怎么知道 我听说 浓浓水源地的水 都是台北大关在喝的 那你们家也是喝水源地的水吗 没有 我不是 为什么 这边不是喝这边的水 喝新山水库 基隆的那个好像 市区那边的新山水库 所以要有一些特殊管道 才喝得到水源地的水 那水干净 我知道 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常常会进去那边抓鱼虾 感觉就会有一些小孩 在里面乱尿尿 那没厕所有时候 出外人嘛 那个也没什么 出外人的流动厕所 也没什么辣 走走走走 终于找到一位 会在暖暖车站下车的上班族 所以你早上也是 从暖暖车站下车吗 对 那你是从哪个人来过来 火同系纸 所以大概搭18分钟就到了 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点是 就是我在 不知道什么手机APP 都查不到 就是暖暖的火车站的 时刻表一直出不来 所以我都会查 系纸到四角停 这样来查时刻表 蛤 虽然要搭到暖暖 但火车时刻表 都查四角停 火车差不多 差两分钟就到了 那没有算错过吗 有算错过一次 就是想说 可以慢慢地晃过去 就发现怎么前面那么亮 就是火车已经开走了 这样子 是所有人都会 遇到这个问题吗 还是只有你啊 我不确定 可能是我的APP有问题吧 原来不是台铁的问题 是手机自己有病 吃饱饭我们在暖暖的老街上弄 发现一个奇怪的招牌 一旁的大哥跟我们说那是 生鱼片喔 生鱼片喔 倒了喔 不是 一到上去 他名字就叫想 但是生意很好 想不到 他就想不到 想不到 你查就查得到了 生鱼片 在家吗 对对对 想不到 是买生鱼片的 大哥也提供了一些暖暖情报 公园很多啊 公园吗 公园很多 走到雪茄去就一个公园 通到雪茄啊 可以走走看 一直走到西市 我想从这边走到 走过去那一条 清水公园也都很漂亮 整条走到那个 西市水库都是啦 这悬地啊 你可以从这边 整路走公园也都很漂亮 强烈推荐 对对对 他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 两开大灯会给 旋光啦 我给它走回去 行经暖暖国小对面的路口 开大灯的话 会被反射回去喔 在大哥们强烈推荐之下 我们决定朝着 西市水库的方向 一探究竟 结果没几分钟 大哥们竟然追了过来 暖啊 叫你们认识比较软 好 这么好 那我也没事情 那我们就走吧 你要怎么称呼啊 我什么车 姓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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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大哥吗 不太老 我25岁而已 那就先叫他小庄好了 我们这样走 大概要走多久 水库喔 水库应该走个 再十分钟就到水库了吧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位置 在这里 但小庄要带我们去的西市水库 在这里 但因为我没看地图 所以浑然不知 就这样默默被带往 践行路线 我原本是去做麵包的 你就是那家麵包店了吗 之前是 我后来没有做的 啊怎么不做了 想去走一走啊 因为我要考 我现在在考职业大课程啊 自己花钱去学 很贵吗 一万六 哇还蛮贵的 对啊 所以学成呢 就真的一定考得过吗 不一定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有考不过 会写本无规 对啊 那考试就是一个 政府的一个过程 想不到小庄 是个上进的孩子 那你觉得住在暖暖 会很无聊吗 无聊是不贵 可是我是觉得很方便 我们暖暖 这么小一条街 可是它有7 跟妙公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呢 跟妙公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呢 真正的水库是在里面 还要走满长一段时间 你不是说五到十分钟 真正的水库啦 对啦 还要再走一个 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好所以那你真的是 爵士美景 算是吧 最好给我美一点 此时已经登山了十分钟 希望森林是什么 它真的变很多耶 看起来好可怕 真的一片树林 就真的一片树林 那边都是树林 那边没有树 那我们就是正式登山了吗 算是了 一点点而已啦 好累喔 等一下走回去 好累 这是什么东西啊 也是一些庙吧 好 这里其实我不很少 这里吧 它看起来又不是很熟 你确定 五到十分钟 就会在上面吗 可以而已 还没有上波 这已经算小上波而已 平常最有意的事 就是爬山 苦行将近二十分钟之后 终于快到了 有人在这边发生意外吧 有啊 这里没有死过很多人 你现在才这样 但水库里面 有死过七八个人吧 小庄 我要把之前对你的称赞 都收回 西式水库 对 所以它 如果有水的话 就会从那边这样子流下 对像冬天一直下来 或台风天的水 然后满出来 就从那边一直这样流流下去 然后一直这么走 不然看到核子 就是从那边这样下来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我们旅程终葬就这样结束了 谢谢 谢谢你喔 如果有暖暖人 需要带你漫步到西式水库 请务必拒绝 四脚停车站 22a 未雨暖暖的下一站 hadi 2020每日平均触出站人次 1147 排名120位 早期已煤矿起家 是个扎扎实实的无人站 但有一个特点让它完胜暖暖 竟然有厕所 在这里在这里 四脚停车站的高级公共厕所 而且重点是 里面马桶还可以自动冲水 有过站 四脚停车站不但有厕所 而且还可以自动冲水呢 不过一出站不是小吃商圈 而是奔葬社 于是我们冒昧访问了一下老板 大哥 这边为什么这么多生命理服务社 为什么这么多 也没有吧 人家来开他也跟着来开 我算是来这边开第二家 真的假的 第一家就是在那头那个 我开第二家 然后那家第三家 然后在那个过桥那边 在一家四家 四脚停车站附近 一共有四家殡葬社 那你们在这边开多久啊 五年了 我本来就在台北 我做四十年了 也是这个生命理仪的行业吗 对啊 殡葬礼仪啊 我不叫生命理仪啦 都没生命还生命理仪 殡葬业就殡葬业 你看他们都挂生命理仪 你看我就没有 我就挂殡葬而已啊 什么生命理仪 都已经没生命还生命理仪 你不是觉得很扯吗 太阳丙及老婆丙业者 请尽速改善 虽然据老板说法是群聚效应 才让小小的四脚亭 涌入比超商还多的殡葬社 但实际原因似乎众说纷纭 这位要去赶火车上班的男子就表示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车站附近 这么多殡葬业吗 因为没有规划好啊 因为没有规划好啊 今天这些里长年纪比较大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没有特别去规划 然后再加上这边住四耳亭的老年人很多 特别多 那所以像这边就一家 那边也一家 这边过去这条街上有两三家 一直到这一届的里长 他们才开始像那个厕所重建啊 或是刚刚你看到那个小公园 都是现任的里长 大家重新弄一弄的这样 但是殡葬业就是上一届的事情 已经没救了这样 好几届啊 而且都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一些 他们开的 所以说就是一直这样 还有一说是 四脚亭车站你有去那边搭过车吗 我那边高中坐三年了 四脚亭是一个煤矿的重镇 以前四脚亭有七个煤矿 那有觉得那边的殡葬业者特别多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边煤矿矿灾很多 因为以前矿灾很多 我听说是因为老人很多 矿灾很多 那个一个矿就死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所以台湾就这样煤矿才收起来 关于四脚亭殡葬业云集的原因 至今依旧是个谜 另外说到四脚亭的小吃 每个人都会提到这两家面店 跟 排骨面 桥头啦桥头那个什么排骨面 桥头面店 于是我们走到了后站 来吃桥头排骨面 吃到一半店员妹妹突然走过来 桥头面店的千斤竟然是我的粉丝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刚才包的很烫 它是我粉丝 真的假的 你真的是排骨店千斤耶 哈哈哈哈 机会难得 一定要访问一下排骨面千斤了 附近居民大家都推荐这家是 嗯 这边最有名的一些店 阿嬷 从阿嬷就开始做 四三十几年有了 一些比较早起床常工作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会 早上就来吃面 当早餐 不然就是晚上工作 然后下班之后 就凌晨了嘛 然后来吃面这样 那你们家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早上五点半就会做 以前是这样 可是现在没有五点半 现在六点 哈哈哈哈 所以上去那个 那个是假的 为什么变成六点呢 因为爸爸说他起不来 哈哈哈哈 那有没有什么 小时候会去玩的地方吗 哦 小时候会去玩 就是节庆国小 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 去玩六海 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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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都这样 我们这里的人 很喜欢按喇叭 不知道为什么 四脚亭的驾驶 特别爱按喇叭 所以你经常会听到 这是常态 他这个人 有时候人也很羞 我以为这边乡下一点 应该会比较合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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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跟别人的乡下 不太一样 四脚亭 不是一般的乡下 原本打算跟四脚亭 到此为止 结果隔天就收到了 这样的讯息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 火车站OK店那一边 有一家十锦面 是我家开的 哈哈哈哈 该不会 是阿阳吧 对 欢迎你来四脚亭 这个小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太巧了吧 结果我去吃了排骨面 然后访问了排骨面千斤 但因为太热 食欲不振 哈哈 也很多人去桥头 下次有机会 欢迎来我家吃面 那你也算是十锦面千斤了 那可以问你 十锦面跟排骨面 有较进一味吗 我妈都叫我哥 骑车去巡逻 看看桥头 有没有生意 哈哈哈哈 四脚亭 果然不是一般的乡下 八斗子车站 位于深奥县的最终展 有北台湾多梁车站的美誉 不过因为大家都骑车开车过来 所以2020每日平均进出战人次 仅352 排名171位 八斗子车站的旁边呢 虽然没有什么观光设施 但是有一个 可以在铁轨上面骑鞋力自行车的一个东西 貌似是长这样子啊 就是人会在里面骑脚踏车 然后坐在一个很像龟壳里面的东西 可以在铁轨上骑脚踏车哦 但是 妹妹看起来很 妈妈闷着一切 虽然后面妈妈硬是说了一句 好好玩哦 在妹妹脸上依旧写着 I don't care 接着我们遇到一位当船长的大哥 八斗子附近有没有什么 在地居民才知道的特色 我们这边的车子每部你看都生锈 我的车都在对面 那个很难保养 每天要骑车打蜡好辛苦 对啊 你看那个车 下面生锈这样子 对啊 所以只要看车子有生锈 大概就是住在这边 你看我们屋檐那个是不锈钢 不锈钢有办法锈成这样 我摩托车都放在家里面 都不敢 真的假的 你摩托车停在家里 对啊 冬天到这个 你只要把它放在这边 有下雨还有没下雨 一定隔天就一层岩巴在上面 八斗子 摩托车不会在外面过夜 容易生锈没关系 如果有这样的美景 或许也蛮值得的 对面在后车停 到傍晚时间到 大家椅子都搬出来 开始在乘凉 哈哈哈哈 本事上真的很凉快啊 你把东西的椅子把它搬开 你从这个角度看很漂亮 啊 啊 于是我们走到对面 大哥说会有人搬一些凉椅 在这边看海景乘凉 不过放整张这个人木家具椅也太夸张了吧 大概是为了给街坊房类的人做吧 坐在人木椅往下一望 发现一位在看海的阿姨 我老公跟我小时在那边 他们在蒙拉 可是现在不是没有开放吗 你说完帅喔 还没有开放啊 还没有开放啊 你拍我等一下有被我老公吗 哈哈哈 车站对面的海边就可以蒙拉 这里有海胆 有海胆 然后还有那个雷啊 那个大的 真的啦 上次吃得很开心 哇这么大你看 哇真的耶 对这边抓的 超大耶 欸小的我们就放生 大的才抓啦 这样子永远才会有 有海胆汁 对 可是这个好像 没有开放可以这样做 哈哈哈 合法性 未知 正当我们要离开海滩的时候 欸 我有一些 撕碎的信啊 写了好几张耶 他好像很生气写一写把它全部撕烂 八斗子 会有人写一封长信 然后撕碎的地方 没有在吃 血便 他好像住在一个什么某一个宿舍里面 因为血红素过低 然后就去做了一些检查 回去之后 却被卫生单位的人通知说 叫他要去检验 可能跟疫情有关的检查之类的 这么多年来 每一次只要租车在全家人 自己在车上等 这个女婿让我感觉真的 你们三个都是伟大的父亲 不知道有没有去打疫苗 快预约 表哥 已经打莫德纳 最后感觉好像他没有 他没有打到疫苗 然后这个故事就没有解决了 这起码都写了一千字吧 最后把它撕碎在八斗子的海滩上 还以为是更可怕的东西 幸好只是偏打不到疫苗的心情杂技 遇到两位基隆人下班来散步 他们说这里的特色就是 夏天玩水跟捞鱼还有那个小吃而已 泡海镜啊空气新鲜啊 抓鱼 抓螃蟹啊 刚刚在前面有听到人家说可以抓海胆 有 有 这个潮镜啊还有那个油库那边啊 就是那个潮尖带的那边都可以抓 阿姨没事啦 基隆人说可以 平日没有人的话就是像今天这样子 但是假日就是很繁盛的样貌 对就那种亲子的都会带来这边玩 就是你们台北人太喜欢奶了 就是这种郊区的地方 对不对 不会玩水要来看海 对不对 基隆人有觉得很烦吗 你知道假日都是台北人来这边观光 会喔 我会觉得 我出门又塞车了 痛恨假日来玩的台北人 那你们会不会去台北玩吗 会啊 我们跟你们相反 我们可能假日都往台北跑 台北人表示 我出门又塞车了 以上就是暖暖四脚亭八斗子 三个冷门车站的访问 欢迎在下方留言 推荐我去其他更冷门的车站喔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 定愿孙女 好烦喔 这个很好吃 因为很烫 这个很好吃 因为很烫 因为很烫 高级严肃鸡 濕红爆点的时候 会吃到我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